花莲市华西火灾户林姓祖孙的房子终于落成了 在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还有台湾新义工团大力帮忙之下 林阿嬷和家人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而花莲高农也致政感谢状 万分感谢社团的爱心帮忙 让清寒优秀学生可以有家 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未来可以开创她的新人生 在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大力帮忙下 华西火灾户林姓阿嬷和就读花农的孙子马同学 终于有安身立命的房子 真的很开心 就是因为去年11月在华西这里的火灾 造成这个林姓阿嬷跟她的马姓的孙子 就祖孙 其实他们一家有四口 那因为房子烧了 所以没有地方住 我们从学校那里得知这个孩子的困境 所以就一路一直帮忙支持 关怀他们到现在 那先捐3万 然后捐物资 后来捐8万元 那现在台湾新义工团帮他们的房子在原址重建 当然经过一些前面的这个繁复的申请的手续 那终于很快速的完成 他们都是利用6日假日的时间 大家放下手边的事情 然后一起来盖完这个房子 那这边这边一房 每个房间都很安全很干净很舒适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娇屋的这个仪式 我们也来共襄盛举 觉得很开心 那祝福阿嬷跟她的家人 都安居乐业 一起在这边好好的生活 那重新开始 台湾新义工团的专业义工伙伴们 利用三个星期假日来赶工 一栋全新四房格局的屋子终于落成 5月28号下午 义工团把钥匙交到阿嬷手上 现场详细掌声与欢呼 走进屋子里 明亮舒适的客厅 房间厨房还有卫浴 这是林阿嬷和马同学 以前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幸福 华联高农也致政感谢壮 感谢社团的善心帮助 让清寒学生能有家 也能够胜利完成学业 未来将开创她的新人生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